我们医院的核心价值有关怀、专业、效率 那我们特别把这个关怀放在第一个核心价值 那我们就是认为说你医院发展得再好 如果对病人没有出于这个怜悯、出于这个关怀的话 有很多这个现在科技的这些医疗会没有人心 那医护人员相当的辛苦 在医院工作大家相当的忙碌 但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看到病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院 那病人能够好起来 我想这个是医护人员最大的安慰 也是最高兴的时候 那我们过去几年所推动的很多活动 那加入了这个关怀的元素以后就不太一样 那我们也把它翻例成这个中文 像这个沟通、领导、守望、相助 我们把它中文化以后这样就容易记住 在这两年也推动一个相当重要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员最主要是从美国UCIA 他们所推动的卓越来自关怀 那他们推动的这个叫做CI Care 那为了关心我们的同仁员 也推动了一个GoSafe的方案 那这个呢就是关心同仁 他在工作有没有overload 有没有这个疲劳的现象 他有没有这个因为过度的劳累忘了吃饭 像种种的关心就是显示我们的文化 就是要塑造关心同仁 关心我们的病患 让这个有快乐工作的员工 才能够有这个好好的照顾病人 让病人在生病的时候呢 能够得到最温馨的照顾 所以让疲惫却满足的笑脸 只要你愿意去 愿意去 去付出关怀和热线 会有不同的明天 只要你愿意去 愿意去 去付出关怀和热线 会有不同的明天